大家好我是冷眼 这是客观真实去反映讲个市场行情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冷眼的频道 那么欢迎订阅冷眼的频道 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先说一件事情 那么上次说的一个铁粉群 大家打卡已经满30天的话 请大家去联系我的电报 在这几天里面 如果已经够时间的话 去电报那联系我 去留言已经点赞够了 按时完成数量的话 大家去按时去联系冷眼 这个下方这个标题 下方的一个电报的一个联系 就可以联系冷眼 好 今天我会说一下比特币还有以太坊 还有这个死币这些行情的一个判断 如果也喜欢冷眼的频道 那么欢迎订阅冷眼的频道 那么节目开始了 那么现在的话 现在比特币的价格是在一个 56,450美金的一个位置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继续向上涨呢 今天是出现了一个阴跌这个情况 那么 昨天是最高的位置 是突破了一个47,800美金的一个位置 然后随后进行了一波的一个回撤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是否已经 现在冷眼来看的话 目前的话还是没有出现一个回调的一个阶段 然后就是没有进 这一波的回调可能是一个小幅度的一个测试 因为的话 没有出现一个爆量的一个情况 爆量又出现这种情况 比之前这根还要高 那么这个放量才会有 比之前这根还要高 之前在这个位置吸了一段仇 起码要比这个位置还要高之后 它才是可以出货 那目前的话装扎是还没有出货的 比特币这一波3万多美金去买进的话 这一波的话行情的话是还没有出货 所以说我建议的话 现在的话比特币还是要继续去持有 防止它继续暴涨 那么短期的一个回调并不是有太大的一个害怕的一个情况 除非它真的是测试了一个比较低的一些位置 否则就继续去持有 就现在其他的话没有太大的一个情况 这是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的一个思路的话 还是要继续去持有 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的一个思路在这个位置 它这位置之后 它冲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还是在一个上涨的一个通道当中 并没有去打破之前的一个上涨 跌穿这个位置 那么上方的压力其实是在6万美金的一个高位 那么我们去尝试去继续去持有 那目前的话还没有出现一个向下回调的一个情况 没有出现一个回调情况 而且的话如果继续去放量去突破之前的一个位置的话 就是一个出场的一个机会啊 放量去突破一个前方的一个量能的话是有机会出场啊 目前的话还是不会啊 现在的话还是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啊 短暂的只是一个短暂的回调一个情况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当中的话也是出现一波的一个调涨了 但是这个调整的话啊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啊 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 那目前来看的话 它还在一个通道当中啊 而且打开了一个开口还是比较大的 比之前的一个开口还要大啊 比之前的一个开口大啊 但是它现在的话出现一波的一个小型的一个三角啊 这个楔形啊 那么这个楔形里面的话这一波啊 它这个位置突破以后啊 如果它继续突破啊 那去反弹到上方的一个位置的话啊 那么它这样的一个行情啊 那么它会到达之前的一个四万五千多 四万六千美金的一个高位啊 所以说大家去关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以太坊一些情况啊 这是以太坊一些情况啊 大家去看一下 那目前的话 如果它突破这样的位置啊 上方的楔形也就是一个三千六百多美金的位置 它会到达一个四千多美金的位置啊 所以说现在我们去拭目以待 它是否能够突破之前的一个新高的一个情况啊 如果能去再去测试的话 我相信这一波的港行情啊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啊 那目前来看的话 它在这一波的一个C的一个筹码 它这个量价来关系来看的话 这一波在这个量价关系来看的话 在这波C头啊 是没有出现一个放量下跌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说还是要继续去持有的啊 只有它没有跌破 上方的一个支撑都是很好的一个行情啊 很好的一个行情 那么再来看死币的一个情况啊 这么今天是出现一波的一个阴低啊 跌到百分之十啊 但是表现出来的话 这一波的行情并没有去再去啊试探太多啊 那么我们来是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的一个思路的话啊 那么死币这个样行情的话 那么你看它啊 现在跌到这个0.0028附近啊 但是啊 并没有出现很大的一个啊 深度的一个回踩啊 只是百分之十的一个回踩啊 所以说现在的一个行情的话 死币啊 在我看来的话 它现在的话存在的一定的一个机会啊 机会 因为之前它在这样的位置买进以后啊 它在这个0.2附近吸了一段筹 在这个位置吸了一段筹啊 这一段筹码 它是重新再买入了一段啊 那么在这个位置之后 它进行一个啊 缩量的一个震荡啊 缩量的震荡表示它还没有涨完啊 缩量震荡表示还没有涨完 你看这个位置就表示一个缩量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四个小时级别的一些缩量的情况 还是表示啊 现在的一个行情还在继续啊 所以说我坚定的话啊 什么啊 现在死币的还是要坚定 只有啊 它有可能会突破一个前高 甚至涨得更高的一个水平 所以说一定要去熬过这一段啊 时间啊 那么你将会拥有一片啊 阳光啊 那么节目的最后的话 大家还没有在下方点赞留言 加评论的话啊 大家如果已经满了啊 满了30天的话 大家可以去添加冷眼的一个电报的一个联系啊 去联系我 怎么去加入我们的一个铁粉群 好 我们今天内容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